尔胡兰 其实我们这些演员 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 出去一工作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 和这些流量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团有粉丝 流量一进去 那些粉丝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听见有人在说 这谁啊 这谁啊 他说 哎呀 没事 先拍了 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 想弄一个内部的特效大会 下面做全是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那得抒发呀 他说哥 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 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 员工上去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再一一道歉 比特有小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是有稿的 后面的反驳跟道歉 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 说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这逻辑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 我在上一家公司 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公司还出了个题 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啊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 你当时来的时候 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 排骨才12一斤 你现在20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 老板还总问说 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涨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 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甘了你随意 你干就干嘛 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 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个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洗好了1500大卡 我们洗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洗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洗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再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 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踩的 这是腾讯踩的 我还问见过 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踩的干啥 见过说招财进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壁偷光嘛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遭壁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驱逐良币啊 老板觉得 好 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说 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一些人躺了说 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今天这题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吗 应该是问问公司 坦和决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我忽然 大家好 我是忽然 上一场 李诞把我带他炒股 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不大姓氏 李诞其实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诞聪明 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 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 挺对不住人家的 套得这么深 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都说 哎呀 脱口袖跳啊 其实现在 我已经不用教他了 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 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 理财这事 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 我家最隆重的 不是除夕 是初五 因为叫赢财神 初四晚上 我妈就说 面子要早点起 赢财神 我说 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赢啊 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赢 后来我查说 放炮不是为了赢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想象 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 一看 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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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驱穷鬼的 关键是 他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去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 就是被我妈 关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 我现在呀 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 理财状况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账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明白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啊 而且你在想个事就是 液态到气态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都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那俩约有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带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之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时间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做核算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 那个饭店老板 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 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说 你靠什么捡的肥 我说 我说主要是靠 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出来还是厉害 厉害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 都放进一个肚子里 本来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心想 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挺挺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 指的是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伙 回来 好 长五分钟好不好 真的你们这样 我都心慌 你知道吗 节目播到现在 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上热搜 太害怕了 前两天我一睁眼 又一堆人 微博上爱头 我现在这又咋了 结果一条热搜 叫小浣熊 投卡栅栏 被救时 吓尿了 还 还说 你不好 写稿卡栅栏里 干什么 现在真的 写稿太难了 我之前是做 人工智能的 我还试图写过 一个人工智能的程序 让他写段子 就那小半年 别人都在写段子 就我在写程序 别人说 霍兰你珍惜时间 赶紧写段子吧 我说 你还是珍惜珍惜 你能写段子的时间吧 那时候别人问我 我说 你咱忙啥 我说 叔叔 吓死你 智能喜剧 我当时还跟自己说 霍兰 你将来一定是聪明死的 那时候我都有一种使命感 我说 我要站在科技 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无怨无悔 最后整了半年 啥也没弄出来 他们说 我站在科技 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装神弄鬼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就总给你提供便利 但惹你上一肚子气 那酒店那个 送摊机器人不就是吗 说送到房门口了 你就再往前 走两步呗 不得 离那个门口贼远 我要拿那个餐 我就得一脚抵着这个门 一手在够那个饭 就这个优美程度 都不输语生节旋 我经常脚一个没底住 就穿着个短裤 跟机器人站一起了 他还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我喝影吧 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一喝影 我说你憋下了 你再喊喜欢我的 就出来跟我喝影了 现在那个短视频不也是吗 猜你一欢 其实也是人工智能 那玩意不容易生气 但是容易上瘾啊 很多时候 他不猜我还不喜欢 一猜我看得还真欢喜 我可喜欢在上面学知识的 那上面那个知识就是 既深奥又肤浅 他教我掉进黑洞后 应该怎么办 我说真掉进黑洞之后 那刷短视频 那跟不刷短视频 那有什么区别啊 他教我什么 如何拦截小行星 我说这人工智能 真瞧得起我 我现在都得 抑制自己的求职欲 跟自己说 再学五分钟 就五分钟 十分钟 我说十分钟到了 再学半小时 就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说 哎呀我跟人工智能 叫什么劲呢 撒开来学吧 在短视频的知识里 遨有15秒一个小知识 15秒一个小知识 用完整的时间 学到了一堆 随便化的知识 我学的是杂 当我爸呢 学的是精 就我爸经常 在各种APP 看我的消息 现在他那个首页推送 全是我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国内顶流 全世界一天就俩事 查尔斯王子登基 跟忽兰投卡 栅栏里了 所以说我跟他倚出去 他看见说 没人认识 我都很诧异 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儿子吗 你们是不看手机吗 我说爸 他们只是不看你的手机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 就根据在朋友圈 根据你的消费能力 给我推广告 什么小额贷款 不用花钱的小游戏 我气得 我说我的大数据眼里 就这样吗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也会给我推 那个贼贵贼贵 那种豪车名表的广告 我说这是大数据在鼓励我吗 他说不是 大数据算错了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没啥优点 就是容易被冒犯 经常我不让你们看 在那个豪车的广告下面 还有朋友同事经常点赞留言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凭什么他也能看到这条广告 后来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这些奢侈品牌 给目标客户投完广告之后 还剩点钱 然后说 要不然让这些买不起的朋友们 也开开眼 还总有朋友说什么 这些软件 兼听手机 没有 大数据足够了 咱没那么重要 你以为叠战电影呢 一堆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兼听你两周 动用各种机器分析了你一万句话 最后说 报告 要给这人提导一块五两个的混肠 人工智能会算数 但是也会算账 所以说 我觉得其实我也没那么重要 我时间也没这么重要 就爱刷就刷 对吧 毕竟我省下那个时间 我都净站在石子路口装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木兰 一开始 他们说 总结算第二轮有题目 我说到这时候了 还命题作文 结果他们说 题目是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这题目真好 最后五分钟我想 这咋写跑题 咋写都不会跑题 我觉得高考语文作文题目 这样多好对吧 这八百字我想写为题 写八百字 真的我写不出稿 我刚才说论道 蹦极 我还去海边去找灵感 本来还想 我说一坐一天 会不会有人认识我 看我啥的 结果就海边那个救生员 总看我 都觉得这人这么痛苦 是不是想跳海啊 但这文化水平也不行啊 这一封一书 都来了三天了 还没写完呢 其实写稿不应该去海边 因为大海不光不能提供灵感 还容易让人豁达 我在海边想一天 稿没想出来 人想开了 我觉得做大王有什么意思 我想做大海 大海多好天天 涨潮退潮 涨潮潮上来说 看看这人写成什么样吧 结果一看什么玩意儿 退潮了 真的 大海说 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在这个地儿 上一个 这么想当大王的 那还是齐桓公 我说那大海你知道吗 齐桓公跟退休大王 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得靠管仲 最后一篇了 就想让观众们快乐快乐 真的写不出来 我跟导演说 我真写不出来 导演说没事 想开点 我说行了 就不写了 他们说 哎呀 你想到太开了 一天天 要我想开 都又不能想到太开 我这一天天活得 寒暴待放的 男人花 摇曳在红尘中 一样对吧 我现在也不做规划 规划没有用 你想想看 19年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说 三年后 你会因为疫情 在青岛路托五 然后在总决赛 争大王 这一句话 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什么是疫情 怎么会在青岛 脱油大会 能搬到第五届 我还没拿大王呢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 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 都是问我说 浑老师 你是怎么辞掉 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 采访到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 再过两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裸泳 有没有想过 本来人家没在裸泳 那泳裤不是被潮水 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脱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裤 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 我现在就是 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总归好笑乐 嘎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 我看的已经够难受 他演的一定比我还难受吧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我们出去拍广告 程璐我俩 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程哥 要不然咱们 还是好好说脱口秀吧 程哥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 演了脱口秀 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猴玩啊 他多好 开心 开心 最后啊 最后我想说 最后 最后我想说 我没啥想说的 都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我上周刚过完 我33岁的生日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其实没过 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 这几个月累的 两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台上 我说 留给我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多了 我最近觉得 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 我已经不想大气晚成了 我现在只想传口大气 而且经常有朋友问 你为什么选择做脱口秀啊 那是我的选择吗 那是我没有选择 我也想唱跳 我也想成团 但你想想看 我建国礼担成个团 我们敢成 你们敢看吧 你想 我们三个加起来 一百来岁 五百来斤 一通唱跳之后 站在台上喘的 喘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后发现 一个人不喘了 有比不喘更可怕的 就是真的 到我这个年龄 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我小的时候不这样 没学区房 他敢天天瞎玩 在东北冬天 什么堆雪人 狗拉爬里 之前还有上海朋友 我问我 那狗拉爬里 你们那都是真狗吗 我说不是 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现在小孩 啥都学 什么骑马 滑冰 还有小孩学钓鱼 我说钓鱼 退休之后的技能 现在就要学吗 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广东朋友 家里小孩学烹饪 那么点小孩 吃饭都费劲呢 你让他做饭 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 我都怕他掉锅里 把自己做了 我都不忍要问 我说这就是 你们广东的包仔饭吗 我看过那个小孩 做出那个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 小孩还挺懂事 拿去给他妈吃 他妈看了眼 说妈妈不饿 给爸爸吃 多给爸爸 爸爸说爸爸不饿 给爷爷吃 爷爷也不饿 真的是一人做饭 全家不饿 其实做饭 没那么费劲 对吧 只需要一套 做饭不难的 三好厨店就行 滑地厨店 三好厨店 好用 好看 好清洁 很多人说你说这些 小的时候学的这些 长大都是技能啊 真不一定 你们听我唱歌吗 但你们能想到 我小的时候 学过五年钢琴吗 我五音不全 我妈还让我练钢琴 她说没事 琴能补捉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在的话说的 那是卧龙凤厨 但那个时候 我俩觉得 那就是高山流水啊 那是余波牙 遇上了中子期 我俩就每天 给全楼儿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 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我没有准备好 生孩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别人买游艇 买画出去旅游 我不羡慕 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 但我一旦有了孩子 我很害怕 孩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爸爸 为什么隔壁大尾 他能上狗鸡学校 我上不了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爸爸穷 但爸爸很快乐 我只能一个月 两万块钱 拼命把他送到 国际学校 等他放学 花了这么多钱 在学校里 都学了什么呀 然后他给我 唱了首 雇佣者 我看着他心里 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吗 但一想 唱得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的孩子呢 我只想跟他说 你快闭嘴吧 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 我还得给你买钢琴 现在小孩梦想 太花了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 我侄子六岁 爱看说唱 天天在家唱老 就说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去学校里面问 老师说 长大想做什么 想当rapper 老师居然还支持 你们真的是 时代好了 变了 放以前 老师只会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我小的时候梦想 其实比这还宏大 我想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史书说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乡养 我爷爷刘备 大英雄 长大以后发现 我就是 鱼晕重重重的一个 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说 快看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乡养 人家说 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必着我今晚下看 刘备率军二十余万 攻打乡养 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别看我说这么多 假如有一天 我有了孩子 可能也会送他 学这学那 我们总说 别让孩子 试到起跑线上 哪什么固定起跑线 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李淡还说 我是腊母男子 谁瞧不起谁啊 对吧 我俩方一起 就是腊母自信 和腊母普通 而且男人都这样了 还相互攻击 对吧 杨母恩还说什么 成禄头大 他这个头是小 你看看他俩在一起 那就是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爸爸孩子 你看 说着说着 娱乐圈又多了个孩子 诚诺 诚诺刚才说 最近把互联网的 996的风气 带到了笑狗文化 我除了带来了996 还带来了很多 互联网的先进文化 就我们现在给嘉宾写杆 那不叫写杆 那叫富能 说什么 啥富能 段子讲出来 没人笑 那不叫不好笑 那叫延迟满足 他说门位 大家掉头发 那叫掉头发吧 那叫去中心化 成禄 不负责写稿 负责改稿 意见贼读 你写完东西 拿多少货一读 他说你这个段子 还差点 我说还差什么 还差一个 香檀铺子的广告 熬夜 你吃香檀铺子枸杞冰榔 有枸杞更好一点 辛苦辛苦 我说秦浩 秦浩 这个去了姐姐 刚刚都说去了姐姐 很清新对吧 然后你们看过那歌 歌给我看崩溃了 你们看过杜淳顶化吗 唯一能让我忘掉那段表演的 可能就得是王建国顶化了 你想想看 200斤的王建国顶100多斤的胯 顶是顶出去了 收不回来了 黄毅刚才说 最近去了个恋爱节目 又上当了 我们为啥加班996 就是黄毅一个事没写完 他那班又上当了 一姐姐 你这个档期挺满啊 档期 伙伴 朋友 你们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吗 就是有一个骗子骗黄毅 效果文化 门卫大爷光光掉头发 从物理上来说 这个骗子和大爷产生了量子纠缠 黄毅姐刚才抱怨 说什么蜡木复活到我们队了 就我也没想到 说赢的队伍的奖励 是从输的队伍 获得一名淘汰的队员 我们非常喜欢蜡木 那这是什么规则 这好比是国足踢巴西 踢完之后 巴西赢了的奖励 是得到了一名国足队员 蜡木的 我特别喜欢在身上那种自信 网上说他是一手烂牌 打出了王炸的气势 我就纳闷了 烂牌怎么能打出王炸的气势 后来发现就是硬打呀 一出牌 五七九 二六八 勾圈 出完了 旁边人都傻了 有没有人能管管他 都傻了 我觉得 郭仔洁 其实孤立演得很好 电影口碑差 那是小时代的问题 但票房好 那是时代的问题 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呢 是因为大家喜欢 对这种虚假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就什么刚进职场 就遇到这种帅气的老板 你看看现实 动不动还跟什么帅气的作家谈个恋爱 你看看 现实还是这个现实 就你希望周围都是什么有钱又美丽的故里 但事实根本没有故里 甚至都没有林霄 就是一群唐宛如 就是一群人 天天就知道搞笑 但其实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唐宛如 我其实太喜欢那个唐宛如了 就她跟我太像了 就是跟她 你看我给你讲哪里像 你看还在接话 我都听 就是在有一场戏里面 一群人在那边撕扯打斗 其实就跟她没啥关系 但一群人呢 把跟她啥也没关系的唐宛如 脸给豁开了 唐宛如也蒙了 林霄 南湘和故里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就总有这种感觉 刚才看了嘛 那个戏里面说 那个过生日啊 啥那个经典画面 对吧 这个也很扯 故里生日 对吧 这场戏 南湘在那边住什么 故里的人生发烂发寿 非常不得体 你说人家过生日 她先许成愿了 最后啊 最后最后最后 就是说 大家看电影可以 还是少一些幻想 对吧 你看看 这故里也得出来赚钱 大部分老板呢 就是这个德性 对吧 这么有能力的人呢 也得加班干活 这就是现实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